那那一天 你表哥突然不做皇帝了 又忽然对你好了 那你 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 在专注红楼梦眼中 红楼梦的头号粉丝张爱玲说 她的人生有三大汗水 一约十约多次 二约海棠无香 三约红楼未完 跟红楼梦一样 自用武侠也有大量拥有和粉丝 而如果将红迷的说法套在金迷身上 说金迷人生中的三大汗水 可能就是 一约阿周远命 二约龙女地缺 三约金庸改书 飞雪连天射白鹿 孝书神侠已病冤 金庸这十四部小说 曾遭遇两次大范围修改 而每次修改 都引得金迷们哀魂变影 从连载版改成三连版时 金庸好友泥矿 在报纸上带头反对 生生舌泪 控诉金庸不该删掉 以天屠龙记里的玉面火猴 说作为成人 你根本不知道这猴子 对幼年时期的张无忌有多重要 仿佛是你老本人 被夺走了童年最好的小伙伴 而最近一次 从三连版带成新修版 金老先生更是心狠手辣 手起刀落 至少有四处大改 足以让金迷们万众同悲 这第一处修改是 据书为让黄药师 支持小龙女和杨过的感情 显得顺理成章 心境让黄药师 和徒弟梅超峰之间 有了莫名其妙的暧昧 而三连版和连载版中 他用生命吃爱的妻子缝衡 竟被议论是梅超峰的代替品 第二处是在以天结尾 张无忌和赵明化眉之乐时 周芷若突然杀来 让张无忌立誓 不可以赵明成亲 而周芷若一个闪现 张无忌就开始忽略怀中的赵明 望着周芷若的背影 开始对芷若 小赵珠儿三人 一起虔诚挂度 这样一个拿不起放下 李木青朝三暮四 黏黏乎乎的男主 实在让人倒胃口的 第三处是避雪剑的一处大改 三连版中 袁承志和温清清清相恋 即便遇上更美貌 更温柔 更端庄的阿九 袁承志也不敢初心 而到了新秀版中 袁承志却说 自己对阿九才是真爱 最后选择温清清只是责任 如果不爱请放手好吗 袁承志诗句 貌似伟大 其实伟善 还耽误人家女孩子 一辈子遇不到 真爱自己的人 要我说 这一更改的倒胃口程度 甚至远超张无忌 以上三处更改 虽然让人凑恶 但都不离第四处更改 让人惊心 新秀版《天龙八部》中 金老爷子 竟然彻底改掉了 主角断誉的结局 让那赤恋如狂的 王允烟离他而去 再次回到了 疯子表哥 孟容复的怀抱 本来一个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的 励志舔狗故事 突然变成了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的 现实舔狗故事 断誉本人都还没咋地呢 管他读者 却都已经崩溃 虽然读者们接受不了 但我还是要说 金庸让王允烟 回到慕容复的怀抱 并不是什么老狐狐了 他老人家 这是穷精的好手 想要赌上 《天龙八部》的 一个大漏洞 赌上这个漏洞 虽然惹毛了老读者 却对作品本身 有两大好处 一 段玉放弃王允烟 其实是为了 赌上一个漏洞 先修版中 对段玉和王允烟 结局的更改 与其说是 王允烟离开了段玉 倒不如说是 段玉放弃王允烟 因为二人的关系 从来都是靠段玉的 死缠烂打才撑 任凭王允烟对他不理不睬 他也要走遍天涯秘方宗 而在星球版结尾 一行人 从不老长庄部返回后 王允烟突然要回苏州 段玉却丝毫不假阻拦 哲林问他是否 还在思念曾经的神仙姐姐 段玉却发现 自己心中对王允烟的挂念 竟还不如对太湖中 对他甚是和善的阿璧 因为眼前一望无际的绿野 正如阿璧的绿罗群 那么为啥说 金庸让段玉放弃王允烟 是在弥补一个大漏洞呢 这是因为段玉爱上的 从来都不是王允烟这个人 段玉遇到王允烟的张慧明 叫从此罪 但他哪里是在遇到 王允烟之后罪的呢 他明明是在蓝环玉洞 迎面看见玉像的那一刻 就彻底罪了 看见那玉像光彩流转 思怨思愁 段玉灯时变神奇目眩 着魔中邪 吃看了许久之后 整个人都疯魔了 忍不住对着玉像 又是坐一又是下半 但盼着玉像能活过来 跟他说一句话 他便是即刻死了 也欢喜无限 为了爱着玉像 段玉甚至违逆自己的本性 听从玉像下面策子的嘱咐 开始一天三次勤练武功 而后来遇到的王允烟 也不过是这狼黄玉像的投影而已 在三连版中 让段玉和王允烟 百年好过的最大漏洞 就是混淆了段玉的本性 误导了读者 让读者以为他二人 是有情人忠诚眷属 不是的 段玉对王允烟的感情 全部都源于一个误会 他真正爱上的 不是王允烟 不是扑团下策子上 让他练武的李秋水 而是玉像本身 如果真要落实在一个人身上 那便是王允烟的姨姥姥 李秋水的妹妹 后来被粉丝 称作李沧海的那位 狼黄玉像舞 媚而至起 天真又口亲 尚存处 还有一颗细细的黑质 那颗黑质 正是区分李秋水 和李沧海的重要标志 这才知道乌鸦子 不仅骗了天山童老一辈子 还骗了他一辈子 他和天山童老 争亡吃醋一辈子 而乌鸦子真正爱的 却是他年纪甚小的小妹 新修版让王允烟打破玉像 对玉如当头棒喝 突然明白了内心 王允烟并没有什么魔力 真正迷住她的 是玉像让她产生的心魔 误会就此修正 漏洞就此不上 2.堵上漏洞的两大好处 堵上漏洞的第一大好处 便是修正了王允烟的形象 三连版中 均入枯井的王允烟 突然对之前爱搭不理的 段宇死心塌地 这个转换实在突兀 而见到忠诚实书 名目容副发疯 王允烟竟然毫无反应 这个表现已实在凉卜 经由如此修改之后 王允烟的形象 似乎更合理些 而堵上漏洞的第二大好处 便是让段宇的结局 符合了天龙八部 这部书的主题 天龙八部 是经文小说中 最具禅礼的一部 书名都取自佛经中的八部天龙 在佛法中 一切痛苦的根源便是我执 修行的最高境界 就是释迦牟尼说的 诸法空相打破五致 简单来说就是放下 天龙八部的结尾 就摩制放下了 枯井之中立地成佛 萧远山和慕容伯放下了 深仇雄仆 尽归尘土 萧峰放下了 浮云生死 选择自尽 虚竹放下了 不作和尚 娶其生子 段宇取荣于焉 似乎是这出大悲剧中的刘于庆 但也是整个故事的不和谐音符 八部天龙 全部超脱 只有段宇还牵绊在我职之中 这不该是最通佛里的段宇该有的结局 于是金老大笔一挥 打破欲象 一切有效 结为虚妄 那美丽的女子 不过是梦幻泡影 金庸让黄药师可没超风不清不楚 是对黄药师格调的降低 让段宇放弃王宇焉 却是对全书格调的提升 拿去刘于庆的骂点含魂温暖 去见整个境界的豁达清明 当然 以上也只是我的一点浅见 不知各位对新修版中 王宇焉离开段宇怎么看呢 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民主笑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